房间 它总共是有三个房间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第一间房间 OK,这个就是第一个房间的 这边就是第一个房间 然后它的view也是像 跟包括一起它的view 所以如果你们开窗的话 就可以看到海了 OK,那边就是海了 OK 所以这个是master room来的 它还有attach一个厕所 所以这个厕所的话 owner已经是装修便便了 就是full到时候已经去到最高 那边也是有放morset 然后这边我看一下是哪里的 哦,这边就是看回去走廊的地方 然后这边的话 哦,这边也是 这边就是跟那个balcony的view一样的 跟balcony的view一样 所以我们看我要关起来啦 不然下雨碰雨的话就麻烦了 OK 然后这边也是有douse 然后这边就有吸烈盆 然后你们的这个 马头 OK,然后地上它也是放morset的 就是非常漂亮 OK 不错啊 然后门我看一下 quality 门也是ok的 它的quality 然后地上的话 owner已经是有放floor board的 就是已经蛮漂亮的 整个不用再自己弄了 然后也是有准备 acom back边边 然后这个是风扇 然后这是灯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masterium 然后我们看第二间房间 OK,第二间房间的话 就没有太大间 然后我们看它的view一下 它的view是可以看到走廊那边的 这个就是第二个房间 第二个房间没有太大 所以如果睡当人床 或者是放double tackle的话是ok的 但是你们的床 可能要向这边 因为aircon在这边了 所以它的aircon piping 是准备好好了的 OK 然后我们去 OK 然后这边就是外面share的厕所 就是两个房间share一个厕所的 然后它也是 地上也是坐好好的 然后这边也是fullmorset 去到上面了 OK OK 它的view就是可以看到 它的view就普通啦 这边就没有看到的太多的view OK 刚才的厕所就ok 所以它的layout就是蛮漂亮的 在一个side 然后房间就在这个side全部 所以它把这个客厅做得有点大 房间就变小区了 OK,我们看第三个房间 第三个房间的话 它的view ok 就是比较靠近走廊那边了 它的第三个房间 ok 所以这个房间 会有一点小 因为它的这个柱子在这边 这个柱子是不能敲的 所以可能你们要找一个设计师 看你们的床要怎样放 然后它的acron piping 在那边 所以这个acron piping 就要改一点点了 因为它是在门的上面了 OK 然后这个就是放风扇的 所以这个房间 应该是要放double tackle了 如果放单人床的话 就会有一点小 OK 那我们去看另外一边 OK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kitchen的厨房 这边的厨房 你们可以放洗衣机啦 这个一定是冰厨的 你看 刚刚好 高度 然后上面就是有这个cabinet kitchen cabinet 这个是另外做的 这个是另外做的 Original是没有的 这个是另外做的 OK 我看一下 它的kitchen cabinet OK 所以这边就是放主菜的位置 OK 然后我们先来外面 外面的话就是可以放洗衣机的 OK 跟对面的领机一样 放洗衣机在这边 然后晒衣服也是在这边 OK 然后这边就是走廊 所以如果你们怕有小偷 或者是什么 可以装这个铁 OK 所以我们现在进回来 这边可以放主菜也是可以 然后放洗衣机多一个 然后这边可以自己装灯 但是走廊已经有灯了 所以我觉得是不用装 OK 然后进来 所以它把这个房间做的有一点小 然后它的客厅太大个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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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是來 Facility Floor 的時候啦,是有分兩邊喔 那邊是Wing A,這邊是Wing B,Wing B的話就有 Pool啊,BBQ啦,Infinity Pool啦,Jacuzzi啦,Kid Pool,Children,Blackout,還有廁所的 然後這邊就是Lift下來的地方 哦,好多東西玩耶,你看 來,我們從右手邊先開始介紹 所以它有兩個生命部的 那邊就是廁所啦,有分男生女生 然後還有OKU的,Troilet也是有 然後這邊就是小孩子的游泳池啦,Children pool OK,然後那邊就是大人的 我們先來這邊看先 就是走走這樣啊,RELAX的位置 然後這邊就是小孩子的Breakout啦 我覺得蠻聳一下的 哈,還有那個爬的 OK,然後就是Breakout啦 然後這邊就是上面 上面應該是10樓啊,因為這邊是第9樓 所以那邊是第10樓,就是可以走出去看風景的位置 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After你游泳的話 可以在這邊沖涼先 好,這邊就是小孩子的游泳池 可以坐著吃東西的位置 好,這邊就是游泳池啦 好,這邊還有保安人員 覺得它的椅子就是一個地方放一個的 你看,就是比較適合放椅子的位置 好,這邊就是游泳池啦 下雨天也是不用怕 因為它是Indoor的這個游泳池來的 OK,游泳池 我覺得蠻大的 然後游去那邊真的是太漂亮了 所以我的相機是可以去游泳的哈 但是現在FMCO就是沒有的游泳 然後那邊有Jaguchi OK,所以下次After FMCO 我來這邊拍游泳的時候再給大家看啦 所以今天就不能拍到,不好意思 OK,所以這邊就是這樣啦 過去的哈 它是不能通過的 所以你還是要走回剛才那個Lift那邊出來 BBQ Area OK,BBQ Area 就是After FMCO 開會的時候 大家可以 約朋友啊 或者是同事啊 家人啊 一起來BBQ一下 因為太久沒有見到大家了 非常想念大家 OK,上面第十樓也是Facility來的 So,我現在先介紹第九樓先 一處Lift的話是左手邊 如果你們住這邊的朋友 然後有結婚啊 或者是有大日子啊 應該是可以放這個Event Hut的東西在裡面 你看它設計到這樣漂亮 OK,我們走上去看啊 好漂亮,真的是很漂亮 就是好像走在 外面的感覺 好,這邊就是 好,這邊就是 走在外面的感覺 它感覺 沒有像走在外面 當然現在我們是在外面啦 但是你走在這個橋上啊 感覺好像蠻不錯的 OK,這邊好像很爽這樣 這邊就是可以坐著跟朋友聊天 然後這邊就是 鋪啊 然後 足球啦 當然現在是不能玩啦 哇,還有這個耶 你看 好爽 這邊還有乒乓桌 還有乒乓 然後這個就是 小孩子讀書的地方 小孩子讀書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是 讀書的地方 讀書的地方 OK 讀書 然後這邊剛才就是 Yakuchi啦 這就是大人的泳池 Yakuchi在那邊 這邊就是剛才我講的 Gym Room啊 哇,好多好多的東西耶 但是現在FMCO Oh, cannot play already 然後這邊是 哇,Gym Room好大間耶 然後這邊就是 可能是 啊 跳舞 Dance Area 所以跳舞的地方 OK,因為那邊有玻璃 我看到 給你們看一下 那邊 那邊就是跳舞的地方啦